这个才是老水工接水果的绝活 不需要用对接头 只需要用根铁丝 就可以快速的把两个软水果给它接起来 不管水压再大也不会撑开 而且也不会漏水 它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们来看 首先呢它是啊 把一个水果头 先用大火机给它烤一下 给它先烤软了 如果没有大火机 其实也可以 弄掉热水也行 我们把这个放到里面 给它烫一下 烫软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接 你来看 非常的软 是吧 然后呢我们 把水果的这一头 我们给它插到这个里面 我们看 这样 把它插进来以后 然后呢再进行 第2步操作 用铁丝绑 绑铁丝的时候是有讲究的 用这个方法绑好以后啊 水压再大也不会撑开 而且呢它也不会漏水 好把水果插到里面以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就用这个铁丝绑 绑的时候呢 不能这样直接绑 这样直接绑的话 水压大了以后 就会秤开 绑的时候应该这样 用个剪刀 把这个铁丝给它 先剪个尖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铁丝 从这个水果中间这个位置 给它穿过来 你来看 就这样穿过来后 接下来呢 就是把这个铁丝 从这儿转一圈 绑一下 用签子 用签子给它绑牢固了 接好的水管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水压越大 这个水管呢 膨胀的就越粗 越粗啊 这个铁丝绑的就越紧 它就越牢固啊 水压再大 也不会把它撑开 这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 把它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